大家好,欢迎来到京福山风景区 它位于尊化市侯家寨乡境内 这里是尊化离天最近的地方 平均海拔500米左右 最高风阻风海拔890米 它以山明四谷竖旗 石怪牙绝成窄著称 东晋高僧曾圣赞这里 清静清雅地,无虑无忧心 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 远离城市的喧香 享受片刻的宁静吧 这里就是七云寺 它隐藏于旧风山的绿叶仙宗之中 始建于隋朝 距今已经有1300余年的历史了 寺庙中有三株参天古板 最长的树林已经有1800年以上了 舍身台是一块高达树杖的棋风巨石 它上面是一个平台 上面刻有莲花和棋盘 在明朝的时候 七级光主石修建长城 曾经在舍身台留下了千古绝唱 舍身歌 我们现在就到了世界上最窄最矮的北齐长城 北齐长城是石器长城 它的最窄处只有70厘米宽 最矮处不足50厘米 为什么据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在旧风山段修建的这么窄又这么矮呢 据考证 在北齐时修建长城的时候 是因山而建 就地取材 旧风山地段地势险峻 且原材料不足 所以说是书长城 实际上只是修了一条行军变道而已 现在我们脚下是北齐长城 我们再往前走 就到了明长城与北齐长城交汇的地方 北齐与明朝相距1400多年 千载岁月一步越过 所以我们称这段长城为一步月千年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赏 那么希望以后大家有机会呢 能够亲自来我们这里观赏游玩 我在这里等着大家